從簡單左右轉向開始 出接者好入手的Ski 或者是單板教學都OK 滿滿人潮都要來上課 地點卻在商場內 甚至連溜冰也能體驗 在網路上看到 然後現在體驗看看 我覺得差很多耶 大概兩倍 兩倍 不過這也太高級了 適合有錢人 這個新的溜冰鞋很棒 然後他們今天的冰很好流 因為第一天開幕 新百貨4月29號市營運 把冬季運動基地 搬到商場最吸睛 除了有進鎮骨雪道 還有跳高12公尺的冰場 鎖定高端客區 其他亮點也搶先看 包含日本中木黑咖啡 在這開設全台手間店 剛開門就有大批粉絲來朝聖 同時還有法國藝術家 設計的主視覺 更有空橋連接美麗華 利品年一收 衝賞20億 美麗華它的面積比較大 它也能夠服務的是 全課程的部分 在35歲到55歲 那中產階級以上收入的消費者 像高端客 但大直商圈 先是家樂福 因為足約到期退場 五月ATT也要歇業 現在就只剩下原樓美麗華 和以吃為主的全打值 內湖大直地區來講 其實高消費力的消費者滿多的 精緻而且是有風格有選擇的 市營運首戰告捷 成功吸引人潮 但能否真正做出市場區隔 在大直存活下來 還需要時間考驗 發生暫停中樓台北從暴動 18位玩八方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